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会这个做事比较拖拉 在我们这个也接触了这些大量案例 现在就说小孩不拖拉的孩子很少 那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于这个大部分的家长为啥要希望孩子快点做完作业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你做完了 你早早的比如说你七点半做完了 好了我可以给你夹点事 那小孩一看哇塞你还要过家事 好那我就故意做慢点我就可以少做点事 还有就是你这个作业可能孩子觉得没什么意思 因为他比如说尤其小学低年纪 这小孩假如都考一百分的话 其实作业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尤其做那么多作业没大意义 那么你非要让他做他就很难受 他就那我就先弄别的 弄完了实在没办法了才去做 那么我们假如说针对这两种情况 我们也是刚刚假如说我们去结合讲法 也可以这样去做 那我们说你那你早点做完 我们可以给你一定的奖励 那么你就可以完了 就这样的 还有一种就是说那我们适当的去减免孩子的作业 因为你作为一个咱们就从单纯提高成绩来说 让这个全班第一名和全班最后一名写一样的作业 肯定是不合理的 那么我们应该去家长跟学校去做一个配合 能调整一定的作业量 让孩子觉得这个作业做的还有点意思 那么他才愿意去做 就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人与之间相互商量的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打工 虽然说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是没有跟我们员工商量 好像是没有跟我们商量 但是如果你定的这些制度是不合我们要求的 那我可能就辞工了 那现在其实员工炒老板要远远多于老板去炒员工 那么你老板定的任何规则 就是要尽量的去符合这个社会的需求 但是亲子关系往往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实际上很多要求未必是合理的 就像刚刚我们讲了 你要求孩子去写完作业 你从来都不去看那个作业 到底孩子有没有兴趣 作业量是不是太大 你都不去考虑 然后你就必须要够完成 那孩子就会很痛苦 如果我们不去思考 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这些要求的合理性的时候 你可能会产生大量的不合理的要求 不合理的要求 那么孩子如果说他要聪明一点 他采取一个什么措施呢 就是你的所有要求我都不答应 因为什么呢 我一旦答应了 好了你就给我提新的要求 我干脆一开始我就都不答应 那么真正要解套 实际上是我们作为家长要去多思考 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有哪些不合理的 要去调整到一个就是对孩子的要求相对合理的这种状态 那么这种孩子的逆反 再结合我们的讲法 你做好了我没有奖励做的不好有惩罚 那么这个就会让孩子更加自觉 基本上就这样一个人 那么这种东西就会让孩子更加自觉 那么这种东西就会让孩子更加自觉